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講一下ESG 關於設計那邊 即是物業發展的設計方面 我很有趣的 我很喜歡看一些建築物的外觀 其實外觀對一個人是很有印象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想看一些美麗的東西 我自己看 譬如尖山咀的一個海旁 有一塊東西我經常覺得好像不是那麼漂亮 好像浪費了一點點 那個就是文化中心 尖山咀文化中心 我經常覺得好像一塊膠紙座一樣 這麼大的海景 為什麼會建一塊這樣的東西 是一個好像玩滑板的工具 或者一個物體放在這裡 原來是有一段故事 原來那時候負責去建築這個文化館那個 就是一個建築署 那建築署他就沒有找到外面的建築 建築師去負責設計 他就由他們自己內部去負責設計 那建築署那時候的那個署長 就是一個結構工程師 那其實很有趣的 他們那個專業就覺得那個專業就很重要 他就說那個建築那個技巧 就是施工 建一個邪的物體 就好像膠紙座一樣 好像玩滑板那樣東西 施工的難度是非常之高 他覺得這個技術呢 就是與別不同的了 那他所以選了這個設計 但是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 或者作為一個物業 有份參與發展的人 我會覺得這件東西 不是一件漂亮的東西 因為他沒有充分利用到整個海邊 可能是個海景啊 或者是整個我覺得是浪費了 那反過來你看回 雪梨那個歌劇院 他們的設計 比這個膠紙座 我覺得漂亮得多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結構工程師 他的作眼點是不同的 那我也都聽過一個做建築材料的人 他們的作眼點呢 就在那件材料那裡 或者他覺得 這些建築材料呢 特別與別不同 同樣的情形都試過在 在這個合和中心 他們那個 他們很引以為傲的 就是一個叫做建築周期快了 因為他用一個叫Sleep Form 畫帽那個技術呢 去做到幾天一個 我們叫Floor Cycle 每一層樓 可能四天就可以做到 起到一層了 上去就是石屎樓面去計 他覺得這個技術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在我們的角度去看的時候呢 就覺得一個圓形的設計呢 是非常之浪費實用面積的設計來的 那個得訪率或者實用率呢 是會減低了 那所以建築師的所受的訓練 和一個結構工程師所受的訓練 或者一個建築用料的科學家所受的訓練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覺得 有些東西應該是要給一些 他們受過他的專業的人去用 因為很多老闆都是這樣的 以為自己呢 是建築師 是規劃師 是會計師 是律師 是銷售隊 那好像神一樣的 就是好像星期一我就是建築師 星期二我就是圓林規劃師 星期三就是會計師 星期四就是銷售 那麼呢 去到第星期日呢 都不休息的 那麼我覺得 我覺得 做老闆呢 你如果是ESG的時候 我覺得呢 應該要尊重回他的專業 那麼 我們都試過 譬如我拍過一些片 我講這個Fintech的ABCD 也都寫過一些文章 Fintech的ABCD 有些朋友留言就說我 看你的樣子 已經知道不知道什麼叫做AI 亦都不懂去寫一個NN 叫做New Network的程式 我很坦白說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不要緊的 阿馬雲都講過 他不是搞技術的 他搞技術不厲害的 但是他有一件事 他尊重技術 尊重技術人員 我都是一樣 我會尊重專業 我會很信賴一個建築師 他給的意見 他怎樣在這幅土地那裡 他盡量去發揮他的專業 去裁展這個土地 不要令到他浪費 我覺得土地資源是很珍貴的 如果你開錯了職 開錯了立面 影響的不是這一代的 可能是幾代的 因為買一個膠紙座 放在這裏 已經超過三四十年 我覺得 其實如果這件事推倒從來 再去國際招標 我覺得應該整件事 比今天 今天 不知幾倍 這是我一點點的意見 我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